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 美国动员西方国家 胁迫世界多国 对俄罗斯发起了系统严厉的窒息式制裁 打压 孤立 加之俄乌战事推进缓慢 西方舆论场一片唱衰俄罗斯声音 大谈俄罗斯已陷入彻底国际孤立 必将遭到重大失败 然而 俄罗斯真的会因制裁压力和军事行动挫折而软下去 倒下去吗 我们提供以下十个方面的客观事实 以供进一步分析 一 俄罗斯国土辽阔 自然资源丰富 特别是有油气 粮食在手 自己自足能力强大 俄罗斯国土面积1700多万平方公里 横跨欧亚两大洲 俄是世界上极少数各种自然资源 几乎全部可以自己自足的大国 俄罗斯的石油 天然气资源探明储量 分别排名世界第六和第一 俄罗斯还拥有广袤的黑土地 和占世界五分之一的淡水资源 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粮仓 资源开发 成为俄罗斯支撑国家稳定和发展 赚取外汇 以及运筹国际关系的重要手段 俄乌冲突爆发后 油气 粮食 成为俄罗斯对冲西方制裁 争取国际支持的重要武器 俄罗斯威胁断供油气即以卢布结算 严重依赖俄罗斯油气和粮食供给的欧洲国家难以承受 不得不弱化对俄制裁力度 这也是美国难以彻底孤立俄罗斯的重要原因 二 俄罗斯工业体系比较完备 产业链自成体系 经济结构具有同美西方对抗到底的任性 俄罗斯遭受西方多年制裁 已经对金融链、产业链、供应链等 进行了应对制裁的大幅调整 民众也具有了应对更大规模制裁的心理准备 此外 众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坚持发展与俄罗斯的正常经济合作关系 因此 西方极限制裁 大面积断链 虽然可能导致俄罗斯经济下滑 但是极小可能引发严重经济危机 更不可能挫伤俄的反霸意志 三 美国和北约发起的大规模对俄制裁战 孤立战 抹黑战 并卫陷俄罗斯于大面积的国际孤立 美西方把俄描绘成十恶不舍的侵略国家 在国际舆论场上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对俄讨伐运动 由于美西方握有国际舆论霸权 手段多 嗓门大 似乎整个世界都站到了美西方一边 但事实上 在世界233个主权国家和地区中 仅有48个参与了对俄制裁 参与和不参与制裁的人口之比 更是低到11亿 65亿 仅明确反对制裁者 就有48亿 全部金砖国家 全部上和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 统统反对西方对俄制裁 这些国家明白 俄罗斯奋起反击的根本原因 是霸权势力的恶性挤压 极限施压 国际正义不在美西方一边 欧洲大国与美国在反对俄对乌开战机制裁问题上 虽然基本保持了一致 但是由于战略利益存在重要差异 而对俄姿态存在明显不同 特别是欧洲主要国家仍然致力于劝谈促和 这也给予俄罗斯以不小的战略回旋空间 因此俄不可能因为美西方孤立制裁而完全失去对抗底气 四 从俄罗斯国内经济形势看 因西方制裁 战争消耗而造成的经济困难是局部的 暂时的 不至于伤筋动骨 俄罗斯支柱性产业 特别是油气、军工、粮食、较小受到西方制裁的实质性影响 甚至还会因为价格大幅提升而增大收益 俄乌开战一个多月来 俄罗斯经济形势基本保持稳定 气味出现发生经济危机迹象 换个角度思考问题 战事逼使各种潜在威胁 短板浮出了水面 看似阴云密布 实际上对俄罗斯并非坏事 五、俄罗斯拥有强大的战略威慑手段 及规模庞大的核武器 强大的核武器是令西方望而生畏的大棒 战事开始不久 普京就宣布战略核武器进入特殊战备状态 俄罗斯有权首先使用核武器 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普京曾经放过狠话 没有了俄罗斯 还要这个世界干什么 这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美国北约一再强调 不会直接军事介入俄乌冲突的深层原因 六、经历过各种磨难的战斗民族承压能力强大 历史上从未在外部压力下发生内乱 战争、制裁、孤立可能使俄罗斯百姓过得很辛苦 但不至于缺吃少喝 更多是进口高档消费品可能出现短缺、涨价 据三月底莫斯科市场调查 基本生活用品涨价非常有限 还有一些深层原因 令俄罗斯人很难被压垮 其一 在俄罗斯民族文化中 国家安全压倒一切 外部压力越大 越是抱团欲武 奋起反抗 横扫大半个欧洲的拿破仑 曾攻占莫斯科数周 不可一世的希特勒 曾濒临莫斯科城下 但最终都在俄罗斯人的顽强抗击下 溃败而逃 三月底俄罗斯民调显示 50%的俄罗斯人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 而在去年12月的民调中 这一数字仅为25% 其二 俄罗斯地形平坦 无险可守 因此以领土扩张保安 全成为历史惯性 势力范围思维 战略缓冲带追求 几乎成为全民族共识 21世纪的俄罗斯 虽然不再追求领土扩张 但绝不会放弃势力范围思维 战略缓冲带追求 而乌克兰 恰恰被俄罗斯视为 必争必保的传统势力范围 抵御北约东 扩制俄边境的战略缓冲带 国家安全的软腹部 和最后屏障 俄乌战事关系到俄生死存亡 如战时失败 俄将丧失大国地位 甚至国将布国 俄罗斯在与美西方彻底决裂后 举国更加同心 国内亲西方势力对普京政权的牵制力 大幅下降 因此 即使遭到再大一些挫折 普京的行动决策 会有充分民意支持 俄罗斯拼上身家性命 也要打下去 七 普京敢作敢为 在俄罗斯民众中 特别是精英层中 拥有崇高威望 其号召力相当强大 普京已有22年的执政经验 驾驭复杂形势的能力强 外部挑战越是严峻 敢于碰硬的普京 越是沉着冷静 2022年3月16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 出席联邦社会经济救助会议 并发表电视讲话 称西方的野心 让全世界付出了代价 而且 普京敢于发动对乌战事 背后显然有着强大的民意支持 俄乌战事开打之后 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大幅上升 由战前的60%提升至3月30日的83% 这很能说明问题 美西方指望通过外部施压 孤立抹黑 策动颜色革命来引发俄内部混乱 从而搞垮普京政权 恐怕只是一厢情愿 8.俄罗斯和乌克兰实力不在一个层次 即使俄罗斯遭遇再多困难 俄乌力量对比优势仍将在俄方 俄乌综合实力对比悬殊 两国国土面积相差28倍 乌克兰人口不到俄罗斯的30% 2021年 乌克兰的GDP只有俄罗斯的12% 两国军事力量对比差距很大 更何况俄还拥有强大的后备动员能力 拥有可以毁灭世界数百次 令对手不敢轻举妄动的战略和力量 9.从战事进展看 尽管俄军遭受了一些挫折 但是战场基本态势一直是俄公乌首 主动权一直在俄军手中 俄罗斯开战初期从多个方向同时开打 导致兵力分散 加之美西方给予乌军先进武器装备援助 实时侦察情报支持 致使俄军推进缓慢 损失较大 尽管如此 俄公乌首的战场态势一直未变 乌军的反击一直局限在战术层面 俄军始终掌握着战场主动权 尽管乌军仍在顽强抵抗 但是大多是分散的战术行动 乌东大部分地区已为俄军控制 乌军难以组织起战役规模的反攻 即使俄军推进困难 俄公乌首的战场基本态势 没有也不可能发生重大改变 北约武器装备 侦察情报支援恐怕只能延长乌军的抵抗时间 只要北约军队不大规模直接参战 就难以根本性改变战局 10、乌冬地区俄族和俄语居民占据多数 对乌政府的压制行为强烈不满 为俄军事行动提供了战地民意基础和有力配合 乌冬顿涅茨克、卢干斯克早在2014年就已宣布独立 并且已经武装起来 其武装力量在本土本乡作战 并且具有同乌政府军多年作战的经验 加之对乌军特别是新纳粹组织亚素营怀有刻骨仇恨 在俄军支持下的战斗力不可低估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 俄对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旨在终结美西方扩张谋霸 深受霸权之害的人更易理解俄罗斯行为的背后逻辑 但和平始终应该是各国共同坚持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俄罗斯究竟会不会在此战中折戟沉沙 世人应该从全面的信息中做出独立观察和思考 愿战事早日终结 霸权土崩瓦解 世界人民早享和平安宁